那今天COVID-19新增25,251例本土病例 今晚一入有45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72例 那今天COVID-19新增25,251例本土病例 今晚一入有45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72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數跟昨天相當 但人較上週六下降約10% 那今年到7月15號本土病例 總共4184,399例 那今天新增165例本土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那今年迄今中重症總共19,055名 其中7250名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者 佔全部病例的99.55% 那今天公佈的72位死亡個案 其中有65人約90%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在疫苗接種上有52人約72% 未打滿三劑疫苗 在年齡上有47人約65% 年齡超過80歲 昨天疫苗接種56,778人次 那第一劑接種率是91.43% 第二劑接種率是85.43% 那最佳劑是70.84% 兩刀是50分 此為中國有市民在 active 今回それ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